如果在进行第二回合决策之前 你对于报表一些内容有兴趣 可以从上方的三个小豆点的地方 看到这里第一个项目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决策的部分 另外在时间轴以及业务的方面 都有各项的图表可以去观看 比如说在时间轴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第一期的成果里面 在周动态、月动态以及日动态的各项曲线图 当然以周报表或者是所谓的月报表来说 经营的奇数越多 更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间的变化 而日动态的地方则是针对每天的24小时之内 每一个时段到底有多少的来客数 以及商品的需求让跟它实际的销售情况 进行一个曲线表 让我们更方便的可以去了解到说 在哪一些时段的时候来的客人是特别多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潮高峰低峰期 分别是在一天之中的哪一个时段 就可以利用日动态的这张图表来去了解 其他的部分包含有所谓的日销售的报表 以及库存的状态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的销售形态 来客数跟销售量之间的比较 可以用图表上面直接可以看得到 购买只购买的仅延显